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国泰航空传出股东建韬化工集团将股权出售给卡达航空的消息 卡达航空已6 62亿美元进行台币200亿元买下国泰航空9 61%的股权成为国泰航空第三大股东 彭博社报导 卡达航空已6 62亿美元向国泰航空股东 香港建韬化工集团收购国泰航空三 78亿股 约久61%的股权 卡达航空执行长Akber L. Baker表示 这次交易进一步支持了卡达航空的营运策略 这也是中东的航空公司首次成功投资东亚的航空公司 卡达航空希望能借此打入中国市场 香港01指出 国泰航空行政总裁和稿表示 卡达航空是全球领先的航空公司之一 国泰航空会继续与卡达航空紧密合作 发展具建设性的关系 报导表示 卡达航空目前持有国际航空集团 IAG20%股份 Latin航空集团10%股份 以及意大利Moraviana航空49%的股份 国泰航空上周五收盘价为13 20港元卡达航空以美股13 6港元收购预价约3% 国泰航空股价周一一度下跌至12 56港元跌幅4 9%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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